在剪上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正常 哈喽 我是阿康帅哥的下班部 上次最新的说委发布都看了吧 少女电台疯狂上分啊 我觉得是糖分超标 磕死我了 好的 我们来说说说委发布 我是被丽老师震受到了 我还是相信你们真的有分寸感的人 哇 我要是给他投过票 我真的是要被吓死了 有分寸这个词 很有意思啊 这个俄罗斯人终于不再隐藏他的中文水平了 为了保险还去查了字典 分寸的意思 就是做人做事有适当的限度 那我的理解好 在选修世界里 有分寸呢 大概就是心里有数 并且保持清醒吧 正好前两天看了 做着火箭更新的三大老师的视频 我就突然发现 人间星星的博远哥哥和丽老师 那都是有分寸的代名词啊 那和三大老师站在不一样的角度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丽老师和博远 我为什么说他们有分寸 以及我作为路人 看着他们俩这么长时间的心路历程 好的 丽老师 一开始我对她有五感 因为她的长相 太不符合我的审美了 再加上她的半永久大油头 我真的是无法承受 你挺啊 所以大家尖叫着 哦俄罗斯帅哥的时候 我真的是内心毫无波澜 而且这种集体活动 能不参加就不参加的行为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好 我知道孙思儿就喜欢他这样 但是作为路人 看着真的是挺扫兴的 但是不得不说 他天天盼望着被淘汰回家 然后每次都顶急了 那个生气的脸 我真的是 笑笑有被泄斗 本来他火就火的 只要不打扰到我弟弟出道就行了 但是 后来他一次次的晋级 到现在又进了出道位 威胁到我皮克的弟弟了呀 那我真的是烦死他了 但但但是 这次顺美发布丽老师的发言 我可太喜欢了 总结一下就是说 我不想出道 所以排这么高 我不开心 我知道你们想多看看我 所以一直给我投票 但是投到这么高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现在这个节目 还有很多机会的 你们会看到我的 我相信我的粉丝们 都是有分寸感的人 所以你们不要再给我投票了 好的 以上发言 我听到的是什么 言辞拒绝 苦口苦心 杀气腾腾 尤其是最后这一句 我相信他们会 尊重我的选择 不成团 他们是有分寸感的人 OMG 真的是听出了 黑社会老大的启示 表面上风平浪静 甚至还在笑 但是我闭上眼睛 我就浮现出 丽老师掐着脖子告诉你 你再给我投票 我整死你 不愧是战斗民族 真的是吓死我了 但是我才发现 丽老师口才挺好的 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多看到我 所以我就来到决赛了 哇我突然心软 我觉得这个大男孩 怎么这么温柔啊 包括他说 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 会有很多机会 好清醒啊 人家说不想做男团 但人家没说不想红啊 他好清楚自己的订为啊 丽老师这样 无论是说话还是他的行为 都叫有分寸 我也是真的希望 孙丝们别投了 好吗 这种快乐是建立在 别人的痛苦上的 不对的 不对的就不对 这个别人是丽老师自己 还有那些被挤下去的 真的很努力 想做男团的成员 当时就觉得他长得老 后来发现是真的老 那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弟弟里边 他确实挺奇怪的 我之前也觉得 这么大孙数的 当什么偶像啊 但是后来慢慢了解他 看他说这首歌 他一遍一遍的练习 我是从来不吃努力忍设的 但在这我突然有点被打动了 再到后来一公选取 别人说不会唱日文 所以不想去他那组的时候 我一个字一个字教你 我就想 哇好温柔的大哥哥 你想他练习了这么多遍 这一个字一个字的 都已经刻在他的心里了 好努力 也好温柔的大哥哥 然后一共的butterfly 我就看他唱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出来了 就我们谁不是呢 都有过很好的梦想啊 或大或小吧 但是真的实现起来才发现 我的梦想真的只是梦想 好难啊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有几个人还记得当初的梦想 大多都会骂一句年少不共事 意想天开吧 而且这种话由柏远唱出来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你看他追梦六年 真的是唱跳一个都不差 差的是运气 是资本 但是他一直没放弃 到现在他终于能笑着 跳着唱 干脆暂时抛开长睡 无所谓吧 能够享受现在就好了 哇 我真的是心都要碎了 而且他的造型都好好看啊 一公的蓝头发 虽然有点像往大陆了 但是好帅啊 立马就有东漫那辈了 让我瞬间车回到十几年前 躲着我妈偷偷看说话宝贝 看前一叉 看回影的日子了 到后面我管你 你管我年龄多大 对不起哥哥 是小妮子格局小了 老就老吧 咋的 谁还规定岁数家不能当idol了 再到三宫 终于把刘海放下来了 好好看啊 我终于盖他到博远了 而且这个哥哥 我之前就说的好清醒 好敢说 看出来了吗 市场的选择 你们都是一个感觉的 其实我真的是捏了一把汗 这么敢说 对于一个idol来说 真的可以吗 但是考虑到去年的陈姐 是我 站的还不够高吗 嗯 时代真的是变了 行吧 博远哥哥 必须戴着他的嘴 给我出道 我们再来看这期排名 博远哥哥卡12 立岛是10 是不是挺逗的 无限渴望这个梦想的人 拼了命 才是在这个边缘徘徊 而亲人一举 已经得到这个梦想的人 却置不在此 哇好讽刺 当然也是有剧本啊 但是我觉得还挺写实的 生活就是会这样的事 狠狠地抽你巴掌 有的时候 你挤破脑袋 也得不到的机会 别人生来就攥着了 那立老师喊话 粉丝不要投票的时候 博远哥哥看着他 那是什么情绪呢 羡慕 难过 自嘲 无论如何 都希望博远哥哥 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吧 我肯定是希望 我也觉得他这次是能成的 但万一不成的话 我希望哥哥也不要觉得 追梦这几年是浪费 因为我觉得 有明确的目标 并且拼尽全力的男孩子 真的是太性感了 昨日一觉醒来 发现排名大换血啊 我弟弟居然掉出了出道位 虽然知道 这肯定是讹得小技了啊 在最后三天 把那些一直很稳的 上位选选手的粉丝炸干 但这个操作也太明显了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些被推到高位的工具人 可太惨了 选秀本来就不公平了 大家都懂 但是这么整 可真都没得玩了 真的要不是当初 我适手点开的创造营 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疯癫 累了 我累了 anyway 等着乐的决赛吧 颁布变了个大招 大家尽其期待吧 好 B站的兄弟们 来一个一键三连 YouTube姐妹们 记得subscribe我们 再点下旁边的小铃铛哦 拜拜 我们总结再见